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会存在这么一个问题 找某个区域不太好找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点选不同的单元格 名称框这里 就会显示不同的名字 这个是15 这个是F6 通常就是字母和数字的组合 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这就是固定了 这里其实是支持我们直接写名字去定位的 例如我现在想要直接到达B1995 这就是单元格 但是B1995太远了 我要拉滚动条得到什么时候 也不好过去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在名称框这里 写一下 B1995 然后按一下回车 就直接到达B1995这里了 同样的 我想要在高三四班这块区域 也就是H14到K24这块区域 我们可以在这里这么写 H14 是 帽号K24 按一下回车 这块区域就可以选上了 H14里面呢 用帽号表示到 敲回车 这块区域就可以选上了 我们还可以用名称框来定义名称 这高三四班是个重点班 我们每个月都来看一下他们的月考成绩 我们就可以选中这一块区域 选上来 然后呢 直接在名称框这里 写上 高三四班 好 按回车 以色列之前呢 肯定是没有高三四班这个四个字的对吧 但现在呢 我在这块区域写上高三四班 这块区域 H就叫高三四班了 我们随便选择一个偏远地区的单元格 往下拉 好往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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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往下拉 好到这里了 然后我们在名称框这里 点击下拉 会发现有高三四班这个 选择它 它 立马就给你跳到高三四班的块区域 对吧 我们也可以跨工作表 好 比如说在案例二这里 我把整个表格 都命名为 向天 哥 好 按回车 然后再回到案例一 在 名称框这里 下拉 向天哥 直接就跳转到案例二了 很方便吧 但是呢 对单元格区域 我们也可以自己取名字 方便我们去选择 当然有些名字是肯定不能取的 比如说 这单元格就不能叫250 不能是纯数字 因为在单元格当中 数字我们有时候要需要去计算 对吧 也不能叫B250 因为原来就有B250 这个单元格存在 所以尽量呢 取中文的名字